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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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好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还是要来看期限货的筹码还是比较重要 到底今天上涨上来的时候盘中还涨了六七十点 很开心大家都很嗨 但是问题是什么 量一直挤不出来 我觉得台北股市真的生病了 我们有关单位真的要证实一下真的生病了 人家涨我们都不涨 然后涨了又没有量 到底为什么 这个是政府要去想的 不是我小小一个分析师能够帮大家讲得出来的 好 一样的回归后来 我们还是要来看一下期限货的筹码 今天上涨上来的时候 你会不会期待是外资去买的 会不会 答案揭晓 当然希望啦 因为人家叶伦都讲话了 叶伦讲话 名叶 我也不晓得叶伦是什么 但叶不出来啦 怎么办外资还是偏控操作 对呀 外资还是卖超25亿啊 你没发现外资还是一样站在卖方 所以这样加加减减的话是卖超了16亿 结果今天还是上涨 跟昨天是一样的 昨天三大法也是卖超 一样的硬生生的把他撑起来 对不对 那一样的今天他也是卖超 硬生生的把他撑起来 好 最起码我们政府有关单位 某些人士有看到这些迹象了 有在做护盘的一个动作 但是请你记得要护不要护那个三 就是三角猫功夫的 不然你真的会骗很多的散户跳进来做多 结果还是被外资款走了 要么你就让他大涨大点 要不然的话你就让他整个自然落底 或是自然上涨 而不要去出手干预 这个是健安老师站在分析师的角度 否则这个盘子的话 会越来越多人不想要玩这个东西 越来越难操作的原因就是这个样子 好 那不要去抱怨市场永远都是对的 市场怎么做 我们都有方法去对付它 等一下健安老师跟你讲 所以在现货的部分 外资是站在卖超 加加减减三大法人 还是卖超了16亿 所以千万不要太开心 觉得这个涨上来了 是不是多头从今天开始要大反攻了 真的是这样吗 健安老师看不出来是这个样子 好 那这个是现货给我们的一个提示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期货市场的部分 有没有赶快回补一些空单 空单 答案揭晓 有啦 今天三大法人 都偏多偏多偏多操作了 所以今天偏多了这些口述 但是你没发现 加加减减的话 偏空还是将近1万5 1万6的一个净空单 还是属于高水位 因为下个礼拜三就要结算了 如果我是控盘者 我是三大法人 我只要撅在这个地方 我就赢了 我干嘛要害怕 现在是做多的人害怕 而不是做空的人害怕 没有错对 嘉老师的论点是对的对 所以就以期货的一个筹码来看的话 还是偏空 好不好 偏空操作 不是偏空操作 净流单的部位还是大 所以还是偏空思考 好 那这个是选择权的部分 那我们来看一下选择权的部分 到底又是长怎么样 今天总算的做多的人 可以喘息一下下了 为什么 因为外资把他的净空单回补了2万口 算多了 一口气回补了2万口 所以他的选择权净空单只剩下4万口 但是自营商还是高水位的净空单有6万口 所以这样加加减减的话 还是一样高达10万口的净空单 还是高水位 一样的建安老师还是跟你讲一样的论点 如果假设我可以净到礼拜三 我就是赚钱 不是我啦 我说三大法 三大法 你只要净住的话 三大法还是赚钱 除非那只手可以给他狂拉个200点 他就倒装了 否则的话他还是赢啊 这样了解 好 所以选择权的部分 还是一样偏空 好不好 三个筹码都偏空了 来看一下poco ratio 昨天poco ratio 是不是被那只手给拉起来了 对不对 结果呢 今天呢 我们来看一下 又掉回来了 又掉回来0.86了 又是空方胜出了 了解吗 只要远小于1的话 就是空方胜出0.86 所以第四个筹码还是偏空 好 那我们再来看 散户多空力道的部分 今天又是如何呢 好 这个可重要了 要不要猜猜看 我们来玩EAEB的游戏好了 昨天是不是 那个散户有回补了 对不对 不是有回补 有平昌了一点点 那今天又上涨上来了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散户又在干嘛了 又来了 又在加多单了 对不对 但是没办法啊 这牙骨长成这样子 你不做多感觉起来 有点不舒服啊 对 没有错 一般的散户就是想说 就没爽快 所以要接一些大担 没有错 所以今天的散户多空的力道 又来到了59.77% 有没有印象 之前建奥老师有提醒过大家的 在上一次 如果大涨的那一次 有没有印象 我们的散户多空的力道 来到了61% 是一个顶点 结果礼拜三顺势结算 散户全部都被庄家吃走了 但是今天呢 你会发现 散户多空的力道 还是来到了59%多 还是高所谓 所以你说 要偏多思考吗 这么说好了 如果假设 三大反人是拥有空单 你觉得他会不会拉起来 然后让散户解套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 不可能 所以唯一的可能 就是Hello Kitty要出来护盘 否则的话就没办法了 大家了解 所以从散户多空的力道来看的话 还是一样偏空 所以所有的筹码 目前看起来还是偏空 没有任何一个是偏多的一个思考 这样的了解 所以整个筹码要注意一下 另外的 我们还是要来看一下 每天Routine的八大光谷行库 的部分 昨天是卖钞 昨天三大反人是卖钞 八大光谷行库想答难尔 又站在买钞了 买了4.1亿 前天是买了16亿 结果没努力了 买了4亿而已 就是意识一下 了表一下心意 所以八大光谷行库的部分 就这样 另外一个简单老师要跟大家讲 很久没有帮大家追踪 多空交战的点位 最新多空交战的点位 请你把纸笔拿好 简单老师很少跟你讲 但是请你记得 因为这个实在太重要了 为什么 等一下跟你讲 多空交战的点位有多重要 所以我们直接讲 多空交战的点位 没有要打问号了 不用打电话了 直接把它抄起来 8194 记得 8194 就是下个礼拜的关盘重点 感觉起来 目前现在修盘的点位距离这边 大概还有大概40几点的价长 对 没错 所以8194 请你一定要记起来 今天老师就直接透露 告诉大家 因为越来越重要了 因为下个礼拜三就要结算了 所以多空一定会做一下表态的动作 也就是说8194 如果站不上去的话 请你要做什么动作 当然就是偏空思考 站回去再说 了解 所以等一下 为什么要跟你讲 多空交战的点位有多重要的话 等一下我再把它串回来 好 那是不是下个礼拜就要结算了 对不对 所以大家一定很 就是什么 很担心的地方就是 到底选择权 未平常量 框在哪个地方 昨天健安老师就跟你讲 支撑有 但是支撑很弱 那压力的话太远了 没有跟你讲 所以今天健安老师把数字带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选择权的未平常量 是框在哪个地方 所以首先 我们来看 卖权的部分 我们先看这一块 看不清楚啦 这样啊 我慢慢讲啊 没关系 卖权的部分 当然就是支撑的部分 卖家当卖权的部分 那就是8100点的合约 你会发现有 41745口的未平常量 所以这个的话 是第一道的关卡 第二道的关卡 是8000点 8000点的合约是39000多 但是这个支撑强不强 其实还蛮弱的 为什么 因为之前我们有追踪过 最起码要5万到6万口 才算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支撑 跟一个压力 所以4139的话 这个支撑是比较薄一点点 我们再回过来看买权的部分 那我们来看一下压力在哪个地方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8300的合约 有39000口的合约 39000口的未平常量 8400的合约 有41000 然后8600 有没有看到 8600竟然有73000 太远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 昨天佳老师没有跟你讲的原因 太远了 70003千口在那边 除非今天美国又大涨了500点台股 就跟着涨才有可能 否则的话 8600是越不过去了 所以第一道关卡是在8300 好 这时候来了 如果假设我们要看选择权的话 最重要是我们可以看一下价评的部分 那今天是不是收在8200左右 那我们来看一下 8200的合约 到底是压力比较重 还是支撑比较强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8200的合约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以这个点位来看 它的未平常量 买权的部位是不是34000 所以压力有34000口 那一样我们再带过来这边好不好 支撑有21000口 所以我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假设我们要去供8200的话 到底是压力比较重 还是支撑比较强 答案揭晓是压力比较重 这也就是说 为什么今天8200 这样吐一下吐一下 吐不过的原因 就是一家 了解了吧 所以今天老师教你的 请你一定要把它记起来 这样了解好 所以这个数字把它记起来之后 那个多空加三的点位也告诉你了 最重要的还是一样 你想不想知道 到底现在破断单 是要留多单还是留空单 到底方向有没有改变 还是一样 这个还是要先解决 对不对 否则的话你今天又睡不着了 到底不知道要留团或是留空团 对不对 所以还是一样 记得今天老师教你的方法 就是最简单的方法 一定要懂得 顺势交易 那顺势交易就是顺着 那个价格的趋势 顺着K棒的颜色 对不对 所以记得 顺势交易有很重要的前提 下一根K棒怎么走 没有人知道 不要去猜 那既然没人知道 那怎么办 那当然就是追踪惯性 偏多 偏盘整 偏空的惯性 把它抓出来最重要 那怎么抓 当然还是运用颜色管理的概念 红绿灯 就是一个最有名的例子 把他画到K棒去 看到红K棒 就请你做多 看到蓝K棒 就请你做空 看到黄K棒 他就在盘整 一样的 建安老师还是要交代一下 如果假设你要做波段单 请你用60分钟的K棒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地方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日线期的K棒跟 跟盘整盘的部分 对不起 日线期的K棒跟波段单 跟波段60分钟的K棒 到底是怎么样 对没有错 没有错 感觉肚子好饿 都乱讲话了 开始吃螺丝了 好没有关系 我们还是把它交代完 来我们看一下 大盘日线期的K棒 今天即使反弹 大盘日线期的K棒 还是站在蓝色的K棒 也就是说 还是请你要偏空思考 一样的 大盘日线期的K棒 给你什么参考 记得 大盘日线期的K棒 是让你做股票的参考 既然大盘不好 千万记得 不要去压十成的多单 因为现在不是压十成多单的时候 空方趋势 这个是大盘日线期的K棒 给大家的方向 对不对 那我们一样还是要解决一下 那破断单的部分 到底要长什么 来我们看一下大电视 这是台子期的60分钟的K棒 好 你又没有发现 这个有起了一点点的变化了 对啊 已经从原本的蓝K棒 变成了盘整盘黄色的 对 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它是红K棒吗 并不是 既然不是红K棒 你为什么又急急忙忙的 进场去留多单了 你又没有发现 你又在逆势而为了 今天老师有说过 从上上个礼拜五提醒大家 多单砍掉 请你平仓完之后 如果要留仓 请你偏空留仓 有没有 从这时候以来 就是空方趋势 既然它是空方趋势 产生了黄色的K棒 那不就是要让你加减码的时候吗 好 这时候今天老师要考考你了 现在是空方趋势 现在变成黄色的K棒 怎么操作 猜猜看 不知道 今天老师教你好不好 今天老师最喜欢 跟大家分享交易了 既然是空方趋势 变成了黄色的K棒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之前 今天老师请你在退场观望的那些人 你是不是手边没有单子的 这时候怎么办 当然反弹起来 就是要让你空的 我们再看一次 你不是就是在找反弹的空点吗 变成黄K棒 不就是最好的一个空点吗 你空下去的话 你尾盘是不是就有赚到钱了 没有错 第二个 如果假设你是按照工具的 从这个地方 慢慢慢慢把你的破断单给他空下来的 请问一下 到了这个黄K棒的时候 你可以做什么动作 当然你可以做一些部位的调节嘛 先落袋为安啊 可能是啊 你停力三分之一也可以啊 停力二分之一也可以啊 这样了解了吧 运用工具就是这么样的灵活 而不是只有好像 姜老师两光两光只能看K棒的颜色 那可不是这样 交易是很多的策略在里面的 这样了解齁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姜老师就把日限期的K棒 跟60分钟的K棒跟他做一下交代 记得现在还是空方趋势 我还是必须要PS一下 千万不是要做多的时候 好 既然要PS附注的 还有散户的毛病啦 他跟你说要讲的 好的 昨天姜老师就跟大家分享 散户的毛病 已经编号到第12号了 对 你说奇怪 算好的毛病 要坐到你那里面的 没有错 真的多得跟猫的毛一样那么多 真的是这样 昨天姜老师提醒你什么 12号的编号是什么 是不是 长也怕 跌也怕 没有部位也怕 你有没有发现你今天是不是很害怕 有没有 长上来的人你是不是很害怕 结果尾盘掉下去的时候 你也很害怕 到底我要做多做空 没有部位也害怕 对不对 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 昨天是不是姜老师 已经有提醒你了 就是因为你没有一套的方法 没有一套的工具 来告诉你说 现在到底是要留桌 还是留空 我当中是要做桌 难怪长也会怕 跌也会怕 了解 请你记得把这个坏习惯拿掉 否则 不然还有一个方法 如果不想运用工具的 只有一个方法 心语你知道哪一个方法吗 从此退出奇坦 就不要再碰奇卧了 真的是这样 不然的话 就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救你了 这样了解 记得一定要有方法 好 那12号的编号拿掉之后 那我们来看一下13号的编号 今天很多人就会犯了这个错误 你知道为什么吗 散户的毛病编号 第13号 就是这个毛病 你就是看长做短 或者是看短做长 什么意思 来我们先解决一下 看长做短 今天老师教大家的 我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假设你要看波段单 你要看什么颜色的 看几分钟的k棒 是不是60分钟的k棒 今天老师不是有说过吗 如果假设你要留波段单 是不是要看60分钟的k棒 没有错 但是如果假设你要做当冲 当然就不是要看60分钟的k棒 所以你会发现 你是不是看了波段单的方向 来做当冲单 这是很大的一个机会 重点在哪边 今天老师教你好不好 如果假设你要操作好波段单 请你看长做长 如果假设你要做好当冲单 请你看短做短 千万不能交叉的做 如果你交叉的做 你今天一定会犯了一个错误 怎么说 来我们看一下 今天60分钟的k棒 是不是告诉你 我们看一下大电视 这是台子骑的60分钟的k棒 它是不是还是一样空方持续 对不对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假设你看了60分钟的k棒 空方持续 你今天找盘 你要做当冲 沿路都给他放空 请问一下你真的有吃到肉吗 根本就没有啊 所以你不能看长去做短 好 这时候那看短要做短 要怎么做 建安老师教你 工具就有很多的功能 还记得建安老师不是有跟他讲 就是多空加站的点位 来我们看一下 建安老师教你的 今天多空加站的点位 底下是在8143 8143 记起来 好 就是第一个数字 那上面的压力 上面的点位在哪边 8213 这个就是短线的一个交站的点位 多空交站的点位 都已经点出来 好 那这时候 建安老师要把图形给掉出来 给大家看 怎么说 我们看大电视 这是今天台子期的日内走势图 我们可以看整个画面吗 你有没有发现 底下就是应用绝学筹码所计算出来的8143 是一个低点 结果你刚好杀到8148的时候 你去追空 你会发现 哇 那怎么放在地板 对吧 当它拉起来的时候 你又去追多在今天的最高点 8214 为什么 因为这是绝学筹码所计算出来的 多空交站的点位是8213 结果你又刚好被框住了 结果你今天是不是又追高杀低了 了解了吧 所以为什么建安老师跟你讲 你不能看长做短 好 所以你又想建安老师 这个是绝学筹码算出来 但是如果运用K棒的颜色上去的时候 真的可以避开吗 答案在这个地方 这是台子骑的3分钟的K棒 你看到新闻有没有避开 请问这边有没有蓝色的K棒 并没有啊 所以我们是不是就不会去追空 那请问一下 我们的多单是不是在这个地方进场的 所以是不是就不会在这边追多了 所以你看 在哪里做多在哪里做空 是不是运用K棒的颜色 是不是就可以把你的所有的毛病都解决掉了 昨天的毛病是什么 长也怕 叠也怕 没有波也怕 今天的毛病呢 复习一下 今天的毛病是不是 你千万不能看长去做短 或者是看短去做长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毛病 一定要把它拿掉 怎么拿掉 一样的嘛 你用K棒的颜色 把你的操作周期固定 剩下的顺着K棒的颜色操作 这样就可以了 对 我们先休息一下这段广告 马上回来 洪家藤十五周年与你一起加油 即日起购买洪家藤机车 想最高五千元加油金 再抽iPhone 5S等3C大奖 买Elite 300A 再想价值两万元毫里 自小时阿嬷都说 最好的东西要留给自己的减顺 现在的我也应该很努力 参加人体生物资料库 可以帮助这边的益虹和治疗 自现在起 本国国民无分南路 三十岁到七十岁的民众 只要两点兴 台湾的未来 就你的贡献 大奏给同心生态 需要你我做回来 追求财富自由 复制成功方法 扩大您的财富版图 每个人都是投资理财的最佳导演 02-2506-8911 02-2506-8911 民众赚好康 换床趁现在 来床的世界 就床换清床 最多限责2万元 美国比德平床 金保价一万六千八 韩币楼专用床三万六千九 美国原装席梦斯 制造三万五千九 还有买到赚到加加购 请来床的世界 想要iPhone 搭配微宝 iPhone的专案 超订阅租198 可得通话费 再送一局上网 iPhone加微宝 又快又好又省 追求财富自由 复制成功方法 扩大您的财富版图 每个人都是投资理财的 最佳导演 02-2506-8911 02-2506-8911 您需要体内环保 乐下定有效缓解便秘 能刺激肠道正常蠕动 让您轻松顺畅零负担 轻松便是乐下定 It's where they learn and play It's where they cry Where they laugh It's never just a piece of furniture Scantique feel at home 想要iPhone搭配微宝 iPhone的专案 超订阅租198 可得通话费 再送一局上网 iPhone加微宝 又快又好又省 歡迎回來接下來 奇局看台股單元 要請教我們如何當充 好 今天好像要教大家 怎麼當充 其實這個禮拜 還滿好當充的對不對 你在看每一天的節目的時候 你會發現我們的小蛋糕 全部臉本代曆全部拿回來了 都還可以開一個蛋糕店 為什麼 因為真的很好操作 今天老師提醒大家 好做的時候要懂得充 懂嗎 所以記得不管怎麼做的話 不管要做破斷單也好 做當充單也好 說穿了 就是這個麵工而已 就是你要抓住市場的節奏 市場的tempo把它抓出來 那記得市場的節奏要怎麼抓 就兩種方法而已 第一 你就要把順勢盤給它抓出來 按照順勢盤的方法去操作 第二 你就把盤整盤抓出來 按照盤整盤的方法去操作 不就得了嗎 怎麼做 很簡單啊 如果假設當天是一個盤整盤 那我們就好好的運用15分鐘的K棒 來做盤整當充 那如果不是盤整呢 那當然就用3分鐘跟10分鐘的K棒 來面對順勢盤了 這樣了解齁 好 所以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是什麼盤勢 來 所以今天老師 掉一張圖給大家看 我們首先來辨別一下 到底今天是什麼樣的一個盤勢 這是台子騎的15分鐘的K棒 好 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開盤在這個位置 收盤在這個位置 請問一下 這樣是什麼盤 不就是一個順勢盤嗎 一個多方順勢盤嗎 對不對 那既然它是一個多方順勢盤 那怎麼做 那當然就把它切到10分鐘的K棒 來看一下到底長怎麼樣嘛 對不對 來 我們看一下 好 這是台子騎的10分鐘的K棒 那今天老師不是有教大家嗎 如果一開盤是紅色的 那我們是不是在下一根的開盤價 8164點進場做多 那做多完之後 你有沒有發現 欸 拉上去了 拉上去完之後 變成黃K棒 請你把你的多單 下一根的K棒 開盤價8193點把它拉出來 那尾盤如果假設比較積極的 你也可以去做空 為什麼 因為支撐是在8163 所以這一段也是可以做得到 所以如果假設你好好的運用工具的話 你知道今天你知道嗎 又到了一個禮拜 要算總賬的時候了 怎麼說 每一個禮拜 建安老師都是跟大家講說 一五一十的告訴大家 運用工具到底是賺還是賠 都是攤在陽光底下對不對 重點在哪邊 就是為了要教大家 運用工具大賺小賠 對不對 所以我們來整理一下 到底這個禮拜你比較OK 還是建安老師運用工具比較OK 我們看一下大電視 這個是禮拜一的一個盤式 是不是一個藍色的K棒順勢牌 所以說你只要按照K棒的顏色 8227做空 8195把它回補 這樣是不是32點的價差對不對 然後禮拜二呢 是不是遇到盤整盤 15分鐘的K棒 全部都是紅色的對不對 所以你就逢高空 8219空 然後逢低階 8179做多 再拉上去 8217又把它回補 這樣是不是又有88點的價差 那你在問江老師 江老師真的每一次都會準嗎 不會啦 江老師又不是神對不對 總是會有吐槌的時候啊 我們看一下 在接下來禮拜三的時候 不是有小吐槌的10點嗎對不對 好那10點完之後呢 接下來是不是順勢牌 又拉回了62點 這樣不是也很好嗎 那昨天禮拜四 是比較差勁的操作對不對 因為我們 用15分鐘的K棒 賠了26點 用10分鐘的K棒 又賠了14點 那今天呢 江老師有幫他算好了 運用工具的話 就是42點的價差 所以你知道嗎 有沒有學過速算 沒有對不對 江老師幫你算好了啦 其實今天第二個禮拜 11月份第二個禮拜 運用工具的話 總共有173點的價差 我講的是當沖 不是破斷單 破斷單就不用加進去 因為實在太多了 這樣了解 所以重點在那邊 如果假設你在當沖的過程當中 怎麼操作 怎麼不順呢 那時候怎麼辦 就是因為你的方法沒有準備好 或者是你有太多賞戶的毛病 那怎麼辦 還是一樣 這樣運用江老師跟你講的 運用天然的最好 簡單的最好嘛 真的就是簡單的就好 最好 你不要想太多 很多人都以為操作期貨後 啊什麼 十八般五億 全部都要照得好 沒有啦 只要看K棒的顏色 不就得了嗎 所以天然的最好 簡單的最好 把K棒的顏色準備好 然後呢 鎖定旗海人潭 江老師會告訴你 怎麼樣控制部位 這樣你在操作期貨的過程當中 不就是很順利嗎 這個禮拜這樣青菜 贈一點點的 倒一點點 不就173點了 這樣了解嗎 173點的價差 再乘以200 哇賽好多 可以直接的入袋了 那最後一點點時間 想請教健安 如果說下個星期一 就想要這個獲利入袋的話 到底有什麼樣的關盤重點 好的 如果假設你跟健安老師 一樣是留空單 記得多空價賞的點會在哪邊 考考你一下 8194 對 幸運講出來 8194 請你記得 這個數字實在太重要了 那第二個 因為禮拜三就 下個禮拜三就要結算了 在下個禮拜三結算之前 健安老師的看法還是一樣 K棒沒有轉顏色 請你記得不要進場去接多單 否則的話你很容易被外置電到了 對 所以就算要轉向 很可能也是這個旗子結算完之後 才會又要轉變囉 沒錯 好 所以說呢 請大家一定要記得健安的提醒了 謝謝健安為我們帶來這幾時的分析 那旗孩論壇 感謝你的收看 下一個星期同一時間 與你再會 掰掰